他本是九州最强地基 一朝穿越竟被忠权尹卫按在踏上 睁眼的瞬间他一巴掌将少年推翻在地 然后用最短的时间看尽了原主的一生 这具身体是稀奇的护国公主楚清皇 排行第七但尊荣无限 天赋一柄却性情暴力 三岁学武 十三岁挑战暗格顶尖高手 唯一一个他不可战胜的就是尹卫扶仓 因此他将扶仓百般折磨 使其生命终结在了二十六岁 捋清了思绪 楚清皇看着眼前的黑衣少年 想来这就是那个尹卫扶仓了 突然一男人闯进殿内报客道 身为公主尹卫竟敢以下干上 连下药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此人是楚清皇的驸马凤锦之 他利用原主的纵容在府内作威作福 还借原主的手除掉障碍 扶持三皇子上位 然而在扶仓死后的第二年 凤锦之就用一杯毒酒结束了楚清皇的生命 看着眼前的渣男 楚清皇冷冷地说了一声 出去跪着 凤锦之鄙夷的看着默默起身的扶仓 却又听楚清皇再次开口 凤锦之 本宫说的是你 凤锦之脸上泛起怒涩 楚清皇 这就是你用来激怒我的心伎俩 和你成亲是圣旨所逼 你就算用尽手段也得不到我的心 楚清皇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出手将凤锦之打飞出去 凤锦之难以置信地看着曾经对他百般纵容的女人 怒吼道 楚清皇 你疯了 楚清皇目光冷漠 直接让下人将凤锦之拖出去重打三十大板 凤锦之脸色骤变 到现在他依然不相信楚清皇会这么对他 料理完凤锦之 楚清皇慢慢走到扶仓面前让他把面具拿下来 扶仓深知冒犯了这位暴虐公主自己难逃一死 虽然是被人下了药 然而楚清皇只是缓缓挑起扶仓的下巴 顺手帮他拿掉面具 他知道是有人给扶仓下药 让他以下饭上顺便也要了他的命 但扶仓是他的人 生与死都是他说了算 而此时的扶仓脸上的潮红之色愈发严重 这要离他怕是挺不过一盏茶的时间就会爆发 楚清皇漫不经心地丢掉面具 内心暗道 好好的一张脸遮起来做什么 随后就让扶仓过来 扶仓脸色煞白 轻瘦的身躯微微颤抖 只说属下不敢 楚清皇霸气依旧 不敢什么 上来 扶仓克制着身体里几乎沸腾的灼烧感 恭敬地跪在楚清皇身边 楚清皇一边给他输送真气一边问 谁给你下的毒 我都不能识破 是不是该重新把你送回暗阁训练 扶仓微垂着眉眼 一副恭顺臣服的模样 说奉景之带来的酒是殿下所赐 属下不能不喝 楚清皇不禁吃惊 所以你明知道有要去还是喝了 但转念一想 奉景之是原主宠到全府上下赶怒不敢言的人 而扶仓是被原主百般折辱的人 以原主的作风 就算扶仓说出实情怕事也不会相信 楚清皇深知暗阁隐卫本领强悍且绝不叛徒 他不禁起了让暗阁隐卫都对他一人尽忠的心思 此时吓人的通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说驸马晕过去吧 扶仓刚要起身却被楚清皇轻轻按下 转而告诉丫鬟 拨醒了继续打 留条命就行 并且从现在开始撤销驸马在公主府的全部特决 不必优待他 丫鬟们都觉得公主今天怎么突然转性 不过不被纳凤景之所谜总是好的 楚清皇目光落到扶仓俊美的脸上 你是本宫的赢者 只服从本宫一个人 公主府乃至整个西齐皇族 除了本宫之外没人可以使唤你 西齐第一隐位竟被驸马下了媚药 还让他去冒犯残忍暴力的护国公主 可平时对他百般折辱的公主却一反常态 不仅给他解了毒 还让他与自己一起共女 对公主绝对服从的扶仓此时却犹豫了 赤身死亡也未免太过羞耻 楚清皇愣了 他竟然能听到扶仓的心声 原来扶仓以为自己要溺死他 但楚清皇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趴到池壁上让扶仓给他捏捏肩 扶仓略感惊讶 公主竟不是要杀他吗 但今日的公主殿下确实好像换了一个人 扶仓迟疑地伸手拨开楚清皇的头发 见他没有动怒才缓缓捏起肩膀 楚清皇内心暗道 可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吗 暴虐无常的原主已经不在了 想到这里他又感觉原主属实愚蠢至极 武功无双地位尊贵 即便没有这毒心术 还有扶仓这么强悍的隐位 本该风光无限 却落得一个被人利用的惨死结局 但既然他来了 这一切都将会改变 他让扶仓将消息透露出去 就说凤锦之在公主府被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再去暗格挑几个隐位带来公主府 扶仓答应了一声就慌乱地跑走了 今天的公主属实让他捉摸不透 用餐的时候 楚清皇吩咐婢女都出去 转而叫来了扶仓 让他在饭桌前坐下 从今天开始 你和本宫一起用膳 扶仓不禁愣神 自从来了公主府 他从没吃过一口热饭 每餐都是残根冷制 眼前的饭菜他想都没有想过 楚清皇内心只是一阵感叹 扶仓心思单纯 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遇到园主真是可惜了 想到这里不禁又叮嘱一句 以后别再吃生冷食物了 对身体不好 午后 六公主楚依林火急火燎地跑到楚清皇府中 一路狂奔到凤锦之房内 当看到奄奄一息的凤锦之的时候 楚依林脸色骤变 不禁暗骂楚清皇是失心疯了吧 转头又让下人赶紧去请太医过来 此时楚清皇不紧不慢地走进来 黄姐对我的驸马倒是关心得紧 近来驸马屋子更像是在自己宫里一般 是打算和驸马私相授受吗 楚依林赶紧解释 嘴上说是怕妻妹受人挑唆和驸马起了嫌隙 内心暗骂楚清皇这蠢货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 楚清皇把她的心里话听了个明明白白 但依然表面平静地看着她 下一秒直接甩开她的手 嘴上说成全楚依林和凤锦之 实则正好借此机会修了凤锦之 人寿宫礼 太后和凤贵妃也坐不住 楚清皇又发什么疯 锦之柔弱书生怎么能挨得住板子的 凤贵妃也是一脸楚楚可怜 太后可要给锦之做主 当初是公主应要请皇上赐婚 如今厌弃了想修就修 把凤府当成什么了 太后安慰凤贵妃放心 哀家定不会让她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事 说话间楚清皇刚好到了 她身之原主就是被这些人害死的 因为太后主义的储君是凤贵妃所生的三皇子 也是凤锦之的表兄 太后开口便是质问 锦之呢 被你伤得出不了府吗 而凤贵妃却一脸假笑地问小七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楚清皇眼神冰冷 说凤锦之屡次对本宫不尽 还侮辱漫漫 这种不守福道之人修了有何不同 太后当即暴怒 小七 你有没有规矩 在哀家面前也这般放肆吗 然后她没想到更放肆的还在后面 楚清皇直接转身推门出去 太后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旁边的奴才吓到瑟瑟发抖 然而看着楚清皇并不是往出宫的方向走 他是要去哪里 封批公主邀请贴身饮味一起沐浴 而少年却犹犹豫豫 他不知道这次会受到怎样的折辱 半小时前他身中魅要冒犯公主 可平时对他百般折辱的公主不仅没有怪罪 还给他挤了多 线下也只是想让他给自己捏捏尖而已 不仅如此 楚清皇还让扶仓一日三餐都跟自己一起吃 他决定将扶仓的身体彻底调养好 从太后宫里出来之后 楚清皇直接去了太医院 各位太医战战兢兢等着被安排 毕竟怠慢了这位七公主可能会直接血剑当场 楚清皇不禁感叹原主做人真有一套 但他没多废话 让太医该干嘛干嘛去 自己拿点药就走 紧接着就吩咐一名太医开点调养身体的药 太医院顿时忙得人养马翻 片刻后 太医首尊亲自提着药送楚清皇出门 楚清皇走后 太医们议论纷纷 公主亲自来取药 看来是要和驸马和好了 太后得到消息之后瞬间心慰了 七公主到底还是在乎景之的 但凤贵非心存疑火 但也只能祈祷希望如此 毕竟三皇子要得到皇位还用得到楚清皇 景之必须留在公主府拴住他的心 楚清皇回到公主府就安排下人摆药间了 又让扶苍关上门 紧接着命令他把衣服脱了趴到床上 扶苍闻言身躯一阵 后院除了驸马之外还有四位侍君 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楚清皇把他的心声听得明明白白 当即让他放心 本宫对你没兴趣 也不折磨你 只是你身上的伤需要上药 扶苍乖乖地趴到床上 这个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少年此时一脸羞怯 而楚清皇却一边给他上药一边定规矩 白天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在我身边 晚上不用在梁上待着 睡请店里的警榻就好 以后一日三餐跟我一起吃 扶苍内心暗道 这不合规矩 下一秒就听楚清皇说道 这是命令 扶苍也只能低头硬着 此时药也煎好了 婢女把药端来 顺便告诉楚清皇驸马情况很危险 又晕了过去 嘴里一直喊殿下 驸马毕竟是凤府嫡子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楚清皇结果要只说一会儿去看看 转头又叮嘱扶苍 以后不许再吃生冷食物 也不许冲冷水澡 扶苍嘴上答应着 内心还是感觉公主跟往常不一样 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跟他认知里有很大的不同 午后 楚清皇来到凤锦之的梧桐院 内心又是一阵感叹 原主还真是事事顺着驸马 让他跟自己分院而居 凤锦之躺在床上忧愿地看着楚清皇 楚清皇不禁发问 你这是什么眼神 恨我吗 凤锦之冷漠地转头说不敢 楚清皇扭头就走 敢也无妨 本宫成全你 等你伤势好了就给你修书一封 凤锦之在身后还想说什么 楚清皇眼神冰冷地回头 如果不想伤上加上最好学会闭嘴 说完就吩咐小丝 好好照顾你家公子 楚清皇此事心里有了算计 先是楚依林上门 再是太后和凤贵妃照见 现在凤锦之也服软了 接下来会是谁坐不住呢 最强地击魂穿链爱恼公主 还叠加了独心树棒 开局就修了居心叵测的驸马 面对群臣质问他丝毫不惧 霸气开口一语命中要害 直接镇压全场 公主殴打驸马的是传得沸沸扬扬 楚清皇刚走进大殿 凤锦之的父亲凤丞相就迫不及待地质问他 为何要对驸马动用私心 凤贵妃也在一旁一脸委屈 求皇上给驸马做主 不要让大臣们寒了心 楚清皇霸气依旧 驸马对本宫动辄辱骂 本宫没杀他就是格外态恩 凤丞相嘴硬辩驳 说锦之一向手里 当初也是公主非要嫁给他 所以才 楚清皇语气冷到了极致 反问凤丞相 凤锦之跟本宫成亲 是委屈了他吗 凤丞相脸色骤变 敢忙说不是这个意思 这婚事可是陛下词的 委屈岂不是对陛下不满 三皇子楚天应见 丞相顶不住压力了 一副正义的语气开始教育楚清皇 意思说他不顾西齐律法和皇族尊严 楚清皇也不给他面子 只说武士大阪都是亲的 再有下次就等着被堕碎了喂狗吧 太后当即报仆 放肆 皇帝终于忍不住劝说 凤锦之好歹是驸马 不要做得太过分 此时皇上内心对这件事已经烦透了 因为眼下还有半年就该向东陵缴纳碎供了 凤家儿子挨顿打就没完没了的 而他的这些心声都对楚清皇听得一清二楚 东陵是大陆上的最强国 西齐无力抗衡 只能向东陵碎碎缴纳供奉 楚清皇撇开驸马的话题 直接问父皇是不是在发愁碎供的事 并表示自己有办法 听闻此皇上精神一阵 而凤丞相暗自不爽 不知道楚清皇想做什么 楚清皇懒得搭理他 直说东陵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没有贪官污吏国库充足 我们西齐最好也好好整治一下贪官 此言一出 大殿上的几个大臣都是内心一阵发凉 却听楚清皇又说道 凤丞相为百官之首 就从他开始吧 太后看不下去吧 说贸然出手可能会搞得朝堂上人心惶惶 凤贵妃也在一旁附和说不懂 楚清皇没有搭理他们 直接向父皇要三千敬畏 一个月时间他定要让贪官无所遁形 而且他还要让西齐今年不用再向东陵脚供 太后当即暴怒 说楚清皇信口赐皇 凤丞相复和道 说楚清皇是想让西齐陷入内乱吗 三皇子也添了一把火 让他不要给父皇添乱了 楚清皇不卑不亢地反驳 各位任由东陵朝我西齐争取 最共算是卫国天才吗 眼见争执不下 皇上心烦 让大家先散了吧 小七留下 凤丞相和三皇子都在内心嘀咕 东陵遂共是无奈之举 七公主果然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等他将端妃那一只在父皇面前拜进之后 皇位就是我的吧 擦肩而过的瞬间 楚清皇也把他的心声听得明明白白 人都走光之后皇上才开口 说各国现在都没实力和东陵抗衡 问小七遂共的是有什么办法 楚清皇心下了然 这位皇帝怎么可能甘于臣服东陵 但他也直言自己没打算跟东陵抗衡 但是有办法让东陵主动免去西齐上供 皇帝精神一阵随即又摇头 这根本不可能 楚清皇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三月之内自荐分晓 皇帝暗自私存 距离秋季上供还有半年时间 三个月就算楚清皇做不到也还有时间想办法 觉得可行之后 他就问楚清皇有什么条件 楚清皇目光坚定 把暗格给我 一个月之内我替你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 第二 封我为常公主 地位仅次于未来储君 为了身边的忠权隐蔚 他不惜与整个丞相府作对 一言不合直接抄家 众人都当他是个封替无脑的武夫 生母也利用他为儿子铺路 可他看似荒唐的所作所为 实则都在掌控之中 楚清皇说可以帮皇上解决遂共之事 但也提了两个条件 一是封他为长公主 二是让他掌管暗格 皇上有些犹豫 内心又盘算着朝堂派系和立处一事 五个儿子旗鼓相当 但都缺乏一份魄力 都把精力放在了算计朝堂势力上 清皇倒是沉稳了许多 可到底是个女子 这次不妨先答应了他的条件 但他要是做不到的话就 这些新生自然都逃不过楚清皇的耳朵 他当下就给皇上保证 如果做不到就自财谢罪 从大殿出来 楚清皇又被生母端妃叫了过去 端妃表面对清皇一脸和善 内心却一直算计着 怎么利用这个女儿为儿子楚天真铺路 他巴布的楚清皇可竭折腾 立了功楚天真跟着授意 得罪了人楚天真可以趁机踩着他收拢人心 等楚天真上了位再想办法把他处理掉 省得后患无穷 楚清皇默默听着自己母亲心里的小算盘 看清皇发愣 端妃直接叫了他一声 清皇 在想什么 清皇不想和这个表面母亲多客套 直接问你想让我做什么 端妃也没有客气 他想让楚清皇趁着查抄大臣这件事 让他把二舅舅提拔到户部尚书的位置 楚清皇直接拒绝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说完就要告辞 并表示会认真考虑母亲的话 端妃脸色一清 忍不住咬了咬牙 回去的路上楚清皇一直在想 连生母都这么厌恶他 原主活得也挺失败的 周围都是想算计他的小人 唯一一个忠心的隐位却被他亲手折磨死 片刻后 马车行驶到公主府 刚下车就看到下人扶着脸色苍白的凤锦芝站在门口 凤锦芝直接开口 我想知道 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楚清皇打断 陷了本宫不行礼 是不是还没学会教训 不等凤锦芝反应过来 楚清皇就吩咐下人看着驸马 让他在这里跪一个时辰 别晕倒了 凤锦芝此时还处于极度自恋中 对着楚清皇的背影大吼 不管你耍什么手段我都不关 话音戛然而止 随即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后膝窝被扶仓狠狠踹了一脚 楚清皇回头的时候 凤锦芝已经跪倒在地 扶仓眼神坚定地向楚清皇解释 驸马以下犯上罪该万死 楚清皇唇角微挑倍感欣慰 心底浮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此时皇上的圣旨刚好送到 众人齐刷刷下跪恭迎圣旨 太监传了封楚清皇为长公主的旨意 并给长公主请安 楚清皇换了一身扶仓 对比之下又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凤锦芝算什么东西 扶仓领命将圣旨和喜应接了过来 楚清皇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成 他要的是驰骋江山号令群雄 做万人匍匐的天下之主 回到府里 楚清皇让婢女把圣旨拿下去收好 眼下就该考虑怎么解决国库和上宫问题了 突然一双手扶上并脚 扶仓力道恰到好处地给他按压起来 并说自己已经挑了几个隐位 问楚清皇要不要见见 楚清皇刚问了一句人在啊 扶仓下令进来 四道人影如鬼魅般闪身而入 扶风 扶云 扶威 扶影 四个少年自报性命 拜见主人 楚清皇直接安排任务 让他们三天之内找出顾布尚书贪末勾结 结党隐私的证据 几位少年领命之后又形如鬼魅般闪身而出 扶仓继续给楚清皇按摩 楚清皇声音淡漠 你在暗格是第一高手 扶仓按摩的动作一将 第一高手这个称号让他这两年吃了太多苦 当初七公主无法战胜他 他又孤傲地不愿低头 这才落得被一次次残酷折磨的下场 直到昨天七公主就像变了一个人 扶仓下意识地要跪下 却听楚清皇说道 站着回话 楚清皇想让扶仓执掌暗格 问他能否做到 扶仓错愕了一瞬 回答呢 楚清皇没再说话暗自私存 以掌公主的身份执掌暗格 以后就更有嚣张跋扈的底气了 朝臣权贵利益争执之事以后再说 突然楚清皇又想起原主后院还有四位侍君 这两天出了这么多事 那几个侍君竟然都没出来看热闹 后院几个侍君也都不是简单任务 这两天发生的事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正被王叔子麒麟靠着一背懒洋洋地说道 凤锦之被罚了 吉祥悟洪雨一边位于一边感叹 看来这位公主突然开窍了 转而又问户部侍郎家的叔子温湛对这件事怎么看 温湛漫不经心地喝着茶说道 西齐朝堂的天要变了